和中国的一点都不一样 强行的给你推荐一些保险 下午两点半 或者两点就下班了 大家好 我是在西班牙留学的留学生 我叫迪路马 今天的话 我要说一下关于西班牙银行的一些事情 对于刚来到西班牙的留学生的我们 然后需要一个身份证 所谓的身份证呢 就是孽 这个叫孽呢 是相当于中国的身份证 相当于中国的身份证 然后呢 你通过这个镍呢 可以去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在欧洲的话 就不用再签证什么的 然后呢 对于像我们刚来的话 需要办镍的话 之前需要办一个银行卡 而这个银行卡呢 特别有意思 有一些银行 有一些银行 它是需要镍的 也就是说 有一些银行的话 它是需要镍才给你办银行卡 但是这个镍的这个 必须的有这边的银行卡 所以说它这个有点像 寄生蛋诞生机的一个问题 但也不是说所有的银行都是这样 比如说我刚才 巴塞罗那的话 我刚才办的话 那个银行卡的话 就是喇嘎一行 只有喇嘎一行 它这个银行 它是有中文的 也就是说 我刚来到西班牙的时候 其实我首选的话 是喇嘎一行的这个银行卡 但是今天呢 我要说一下 这边的银行 它的坐骑时间 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麻烦事情 我们说一下 和中国呢 一点都不一样 首先说一下 办理银行卡 这个件事情 因为我们留学生呢 刚过来的话 是语言不通的 然后就算你语言特别好的话 但是跟银行那种柜台 要说一些事情的话 有时候确实说不明白 比如说有一些柜台的话 是它会认为你语言不好 它会强行的给你推荐一些保险 比如说我刚来到巴塞罗那的时候 喇嘎一行 喇嘎一行的话 那个柜台我找了 大概找了四五家的喇嘎一行的银行 然后去申请银行卡 但是很多银行都是说 我第一你没有念 我是不让你申请银行卡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 你如果想办理银行卡的话 首先要在我这里要买保险 一个月的保险的话 不多八十 你要知道来到西班牙之前的话 我已经买到保险了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如果再买保险的话 就是重复了 但是这边的话 变成为会强行买保险的话 它是需要业绩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银行的话 这边做起时间 中国的银行的话 做起时间的话 我感觉的话还是 比较工作效率遥遥的 这边的话就不行 这边的上班时间的话 大半 大部分是八总办 然后的话 下班的时间特别有意思 下午两点半 或者两点就下班了 下一个的话就是存钱 我们在中国的话 你要是存钱的话 存个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 甚至一下子存五万十万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吧 我原来存过 好像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这边的话就比较说了 说的东西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你一下子存 五千欧的话 就相当于三万块钱 这个银行卡的话 会很快就被冻结 然后我们在这边存钱的话 会发现 我们存钱有两种方式 一种的话是现金 直接就打进银行卡里 打进银行自动取款机里 另一种的话 是它会给你一个信封 然后把钱塞进去 然后你填一个数 然后它这个钱进入银行之后 它不是当天就能看出 就会检查你里面有多少钱 但是它会看和对面 信封写上面写的数字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在中国是没有的 就是你办理银行卡的话 往往是没有会有什么年费 维稳费 或者各种费 各种费的 如果我现在已经是超过26岁了 然后在这边办理的话 银行卡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的银行卡的话 银行会收你各种钱 什么维稳费 然后还有维护费 然后还有管理费 也就是说假如说 我现在在Lagasha那边办个卡的话 一年的我的费用的话 就要交给银行的服务费的话 总共加一些 我还得交税 总共大概的话 应该是在300到500元之间吧 刘雪的真相 出国必看 你会发现 我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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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得了